中国代表团近日在瑞士日内瓦参加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力国际公约第三次履约审议 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陈旭大使在会后接受总台记者专访 他指出中国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和保护经社文权力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政府始终遵循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 积极承担人权保护的国际法律义务 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的福祉 协调推进全体人民经济社会文化权力 中国人民的金色文权力保障水平迈上了新的台阶 陈旭大使表示 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 本质上就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不断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的进程 中国欢迎各方对中国履约成果的积极评价 虚心接受有关问题的具体评论 当前中国进入国际人权条约密集履约审议周期 中方将继续本着真诚合作和负责任态度 参加条约机构对中国履行条约情况的审议 与个人权条约机构开展沟通与对话 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治理 与有关各方继续开展合作 不断为丰富人类文明多样性 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 做出贡献